第三點一位藝術家鋼兄弟 他在讀高中的時刻開始接送幕長 然後就親親愛到這麼的藝術 這集就是三十多年的時間 尤其鋼兄弟還有運用藝術家 來跟幕後做結合創作作品 不然在到藝術家中的困難 也先講將第三在地傳統藝術家提供出去 其實就想做有感覺的時候就做了 藝術家介紹到自己的作品 除了我們這項藝術品 是花了以後的時間研究之下 再來完成的作品 不過這位藝術家鋼兄弟 作品不是青菜作 大部分都是用家鄉的一草一木來創作 我們在鄉下一草一木有很多的樹蛙 所以我的創作取決於大概就是樹蛙的系列 還有蝸牛的系列、荷葉的系列 慢慢會再參與更多的元素 加上一些現代的美學方面的中西結合 而且藝術家鋼兄弟 也將第三在地圖 地條結合無條來創作 第一句協力作品 天憲第三一歲 還曾經在到工業中 是相當厲害 他也說因為高中時期 照照著無條 因此愛上這項工業 一刻就開了30多年 也在東歐的高利之下 來參加更多比賽 第幾位不做的中學 那在我從事創作的過程之中 是因為自己的同學 施惠銘老師 一再地邀約說 你可以開始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在2010年 就跟施惠銘老師 一起去參與了台灣公益競賽 也得了優選 那之後就單飛在2017年 也得了一等獎 那2015年也得了三等獎 我就是以一個舉木的茶盤 作為一個主要的產品 所以在竹與木本一家的 一個理念之下 所以我的作品基本上 都可以結合竹跟木 一起發揮的一個表現方式 不過他也說 30年以來要跟市來走這條路 是很辛苦 在經濟三段 也有條件技術 需要進步頂頂的問題 在青藍和東亞的高雷之下 才驚訝到現在 創作的過程所遇到的困難 其實是都在計法上面的一些問題 那在同行之間或一些長輩 互相的鼓勵之下 還有跟他們探討之後 就能夠一一的去把它解決 創作出自己想要的東西 現在的技術家更爽的 也跟各地的技術家合作 未來聯合基盤電視 不僅在三月二十一號 會在臺灣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來電視 也歡迎有興趣的鄉親 告訴你 最後來分享這美麗的目的作品 繼續參考報導